被警察抓住的男子是个老外扮演的兵马俑 因为在2006年他身穿自制的兵马俑制服闯进永坑 就连巡逻的安保从面前经过都没有被发现 最终站在高处的安保人员突然发现一场连忙指挥同时前去查看 走近后排查人员用手推了推发现竟然可以动 这让他惊讶的同时震惊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 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6年的一天一位参观兵马俑的老人拍照时 突然发现一号坑的一个兵马俑的眼睛在动 随后他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领队 开始领队也不太相信 在他仔细地观察了老人手指方向的兵马俑时 发现他确实有些异常 于是他立即给兵马俑馆的安保人员说了这个事情 开始负责进入永坑的安保人员从面前经过都没注意 随后还是在同事的协助下才发现 这名男子名叫马林是个德国留学生 也是一位行为艺术的超级迷恋者 在他被抓住时依然保持着兵马俑的姿势 身板挺直双手握于胸前 就连赶来的领导都震惊他模仿的如此逼真 但他没有因为被发现而胆怯和妥协 劝说无果后最终被安保人员驾着抬出了兵马俑坑 在被送到当地的派出所后 这名老外依然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仿佛自己就是兵马俑转世 最终他还是被说服脱下兵马俑服饰 在并没有破坏兵马俑的情况下 通过一番思想教育后离开了西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